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不复相识的故事 这个故事,蒋谢安非常看重楚爽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楚七生少时,谢公圣芝芝 这个楚七生,楚爽字红帽,小字七生 他的爷爷楚仆是当时的名士 楚爽小的时候,谢安谢公圣芝芝 就是非常看得起他,芝就是特别看得上他 横云就是常常对别人说 楚七生若不佳者,仆不父相识 这个相识啊,就是观察这个世人的命相 以鉴别人才,就跟那个相马一样 就是说呀,这个楚爽,楚七生啊 长大了以后,如果这个人啊,才能不出众啊 我呀,从此再也不再去鉴别人才了 就是啊,夸下了海口 说楚爽长大了以后 一定会啊,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楚爽楚七生小的时候 谢公谢安啊,非常看得起他 经常对别人说呀 楚爽这个小孩啊,长大了以后 如果不优秀的话 我呀,从此再也不去啊,见别人才 就这个人啊,长大了以后一定好 最后再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楚七生少时 谢公圣之之 横云 楚七生若不佳者 仆不复相识 每天跟标书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